因為全球暖化最先氣溫鐵鉤 過六天的鉤溫也讓民眾開冷氣 別讓庫公司為了推動節靈、減退的觀念 辦理基礎節靈、風災、風油、天高等的選舉 要請不一樣任意的工師來跟外國中心演講 希望可以落實節靈、減退的理念 讓民眾有相關的風災、風油的地震 這幾年全球暖化一直是大家中學以來的一日 為了要讓民眾有正靈、減退的觀念 因此,馬道庫公司就辦理正靈、風災、風災、風油的選択 並要請工師和博士來演講 並跟民眾來分享正靈的消費保 希望大家能夠為地球來進一分心力 異常氣候的關係 所以天氣上有時冷就是時熱 所以我們特別辦了一場居家節能的部分 那就是請了台電工師如何教大家 如何在哪一個小地方必須去注意到 怎麼樣去節電、怎麼樣去減省用電 讓整個資源能夠一個利用不要不足 選択會除了選択這年檢討和風災風雨的地震以外 工作也跟衛生社來整個天高力的選択 雖然沒時間,但是更要沒有有白雷發生 不過這幾里的大河 還是要讓民眾要注意溫暖的心中 因為登革熱目前雖然是我們目前還沒有什麼本土冰衣 可是現在天氣還是非常炎熱 而且現在是美鳳下、美鳳那個午後 都是有雷震雨的部分 那積水容器的清除、資深遠的一個清除 就再再必須要再提醒民眾 特別要去留意跟注意的地方 那我們也請衛生所這邊 或是跟來提醒大家做一個防疫的部分 包括一些相關疾病的一個防治的一個宣導 我們在整個生活層面上 要能夠吃、可以睡、還可以坐的一個生活層面 那這樣如果是能夠把自己照顧好 你有這樣的部分的話 那當然你在你的後續的人生上面 就不需要再麻煩別人來幫忙你 這樣才是最好的一個生活方式 三大會那天市長屋林也來到現場跟民眾活動 也讓大家趕緊去注意方向 比較繼續維持個人的衛生 基本已經可以照理過去 大家都能夠平安健康 去吃裝飽也有苦彩方報道